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连续两次没有完成KPI 让他立刻辞职 好 行业内部今天下午有个研讨会 顾会长已经给您打了三次电话了 我有时间可以浪费吗 明白 我马上拒绝 最后一件事 您的新助理今天入职 谁 那个谁 晓宁 进来吧 也不知谁归顶了 偶像距离 这时候小助理 一定有一个亮相 将咖啡泼的总裁身上 这时候周周可怜的 看来咱们的语言 这场有一些 自己的想法啊 李总 你们的咖啡 我先出去了 没事吧 没事吧 没事